香港拥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不同的物种背后都有它精彩的故事 今集的生态showtime 我会跟随生态协会的导师黎康瑜小姐 一起出海搜寻香港的明星物种 中华白海豚 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生态showtime节目 我是Samson Conny 不如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我是Conny 我是一位禽团研究员 亦是一位环境教育工作者 从事生态研究和环境教育 已经超过四分一世纪 今天会和大家看看 香港的明星物种 中华白海豚 我相信很多观众都听过 中华白海豚这个名字 究竟这种生物有什么特别 中华白海豚 顾名思义的白色 但它出生的时候 会是灰色 慢慢灰色的颜色就会退却 慢慢变成白色 成年的中华白海豚团应该是白色的 但是我们出去的时候 很多时候都会见到它做 Pink Dolphin 原因是什么呢 知不知道 为什么呢 为什么会粉红色 原来 它们和我们一样 皮肤底下都有很多微血管 微血管有血 冲血的时候 就会呈现皮肤有粉红色 原来是这样 所以看起来就会粉红色 其实它们在香港的分布 或者是什么地方 有机会是我们找到它们的呢 中华白海豚团其实是活跃在河口一带的物种 所以香港最大的河口 就会在香港西面的珠江口 所以我们会去香港西面的水域 找它们的宗籍 原来是这样明白了 我已经准备好我的观察工具 和拍摄配材 还做足了防晒的措施 准备好了 我们准备上船出发 好 可据了 小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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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独 小独 小独 很多朋友会问出海观察 是不是一定会见到海豚呢 其实海豚会隔一段时间 都需要浮上水面透气 所以只要我们细心观察 很多时候会在水面上面 看到它们呈三角形状的背棋 同时间它们是用它们在头上的气孔呼吸 另外中华白海豚会用很多时间觅食 这个时候你们有机会见到它们的尾巴 其实它们是在做一个深潜的动作 潜入水底去吃一些底棲的鱼 它们也会三五成群出动 一起合作觅食 当然我们也有机会见到海豚很快速地游动 甚至像这条小海豚那样在空中跃起的动作 我们出海考察 除了可以见到中华白海豚之外 还可以见到它们在面对的危机 包括由雨具或海上垃圾造成的伤害 棲息地的破坏 漁获减少 海上繁忙的交通 海洋垃圾的污染 这些都会影响到中华白海豚 令到它们的总群数量下降 所以我们应该保护环境 令到中华白海豚可以继续在香港生活 这次真是非常感谢导师的带领 我们不单只观察到中华白海豚 还认识到它们在野外的杂性 还有我知道 这次我们的观察记录 和拍摄的照片 都对科研很有帮助 没错 其实大家出去拍照的时候 可能有时拍到海豚的背棋 其实背棋的照片很有用 因为可以帮我们辨别个体 可以帮我们做一个组群的数量估计 是一个很有用的资料 同时我们拍照的时候 可能拍到海豚身体的一些特征 这些特征都可以帮助我们了解 它们的健康状况 所以对我们研究是很有用的 其实如果大家有兴趣 和我们一起出海的话 可以留意影片描述这个年建 一起做一个公民科学家 为科研出了分历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 欢迎大家赞好订阅和分享 今集的时间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